能读圣仙书 天天亲近佛菩萨 亲近圣仙 多快乐啊 这一生当中 一天都不空过 小野长 积功德 断烦恼 长智慧 你生你多自在 你要不是 只对于 这个圣仙教会 真正明白了 你做不到我 你会去贪图五余六成 明文里 你就掉在坑里去了 那是什么坑呢 那是六道轮回的坑 你堕落在那里面去了 那个里头 堕落进去很容易 从那个里头出来 太难太难了 为什么呢 越陷越深 照着这些业 越早越懂 从这些地方 我们体会到 世尔人 世尊当年才是 为什么要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你就明白了 四十九年 常识熏修啊 圣人 真实教会 夜门深处 常识熏修 你在会有成就 你才真正找到 永远 解脱六道轮回的门路啊 这个门路 八万四千门路里 最殊胜的 通常无阻 人人都能够行得通 其他道路有 有相当艰难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你通不顾我 这个门路 阿弥陀佛在前面 带着我们走 只要根定阿弥陀佛 决定不会迷失方向 不会迷入歧途 所以反复 修行成福 最稳当的法门 最容易的法门 最简单的法门 最口靠的法门 也是最快速的法门 而且成就最高的法门 那你遇到了 你要把这些话真听懂了 你的一生就没表过了 决定的神进度 亲近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在此地一会 若干年后 我们在极乐世界再会 我们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如同 父子兄弟姐妹也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关系 全变成了通讯 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 无比殊胜 王生论上 赞叹 极乐世界三种庄严 老师庄严 佛庄严 菩萨庄严 同学庄严 第三是国土庄严 那就是修学环境庄严 三种庄严 入一发句 一发句实际上讲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认识清楚了 这一句佛号 就能让你得到这三种 究竟圆满的庄严 所以文书薄弱精神 这句话 意味 声光无几 让我们死心塌地 不再有疑惑了 念业佛功德 无量无边 与无量 祝福无二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